大家好,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这是我路上捡到的小猫咪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威利斯特别版2020款 唐大叔认为这可能是木马人特别版里面最值得买的 因为它有深深的吉普文化 1941年威利斯MB 也就是严格意义讲的第一代的吉普木马人 中间有JK,对吧 有威利斯特别版 也是唐大叔第一台木马人 这个是改款之后JL的 标配了几个东西 第一是黑裤主题 前面的前脸是黑色的 轮毂是黑色的 第二它的减震是和卢比肯一样的 第三它标配了LED灯 大家知道威利斯特别版是基于Sport运动版 作为这个平台的 Sport在19款之前或者说2020款之前 是选不了LED灯组的 这个头灯还有雾灯全都是LED的 非常非常爽 原来换的挺贵的 两三千块钱加比要花进去的 好吧 这两个灯都换 所以这个是很不错的 为什么说它上手就能玩的一台车 因为一台车主要看几个特别四驱车 第一的话它的越野能力 有没有低速四驱 那有这个低速四驱 肯定比只有高速四驱的更好一点 那有了之后 它的轮胎是最能体现这个越野能力的一个东西了 所以这个轮胎的话 上手MT轮胎在整个级别里 对吧 萨哈拉是一个全技胎吧 应该说 那卢比肯是个KO2 它是综合不错的AT胎 那然后这个配的胎呢 一年四驱都可以用 因为它MGIS的 又是全地形的 看上去也很漂亮 所以比起标配的 就是不是威里斯特别版的这个运动版 那轮胎要好多了 当然它的劣势可能因为它轮横大一点点 那可能噪音多一点点 也无非是这样子 但是你说上手玩 我又可以平时开 又可以去越野 那肯定这个好 再来它这个轮胎更大一些 比标准的运动版 你看整个橡胶这么多 放电器都没问题 再来它这个轮毂 标配的那种运动版 肯定就是还可以 质量肯定可以的 因为老款的大家知道是非常差的 你也感兴趣轮毂 那非常差的 那这个的话摸就知道了 好吧 如果有一会通过特写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质量肯定没问题 跟卢比肯一样 所以轮胎轮毂很重要 在越野的时候体现 最后一个原因 为什么说上手就能玩 就是它另外一个标配的 其他级别也能选 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我们讲穷人的锁 好吧 也就是real diff 这个防滑的这么一个 不能说完全差速锁 或者空气差速锁 它但是它有用的 也是从这个越野的能力来讲 有了低速四驱以后 你还有没有这个厚穷人的锁 或者差速锁 那这台车是有的 那这几个四个标配的东西 非常给力的 再来大家看几个细节 是它独享的东西 那跟老款一样 主要是几个贴纸了 这个就是威里斯特别版独享的 躺大师说个N字 1234567 七大洲吉普任何能去的地方 也是被大家喜欢的地方 贴纸方面呢 第一个贴纸就是威里斯特别版的侧面 左边和右边引擎盖上 这也有贴纸 然后呢 后面这个贴纸 4WD 再来咱们在后面看得更清楚一点 这个轮胎 现在的到货影像都是标配了 好吧 在任何级别上面 都是标配了 但这个轮胎 大家看看这个轮横 轮胎越野能力好 肯定跟轮横最大关系 这边的话对吧 这个橡胶有多厚 旁边也没有塞握 有一点肯定也没有 大家如果去看正常的这种高速胎啊 拳击胎啊 旁边都很少的 这个拳递形胎就会有一点点 尼迪轮胎会更多 从造型能看出来 威里斯特别版呢 大家知道有这个顶 对吧 标配都是软顶 那软顶之后呢 你可以选比较好的这一个黑色的软顶 用起来更好 好用 质量更好一点 如果你喜欢old school那种 很老派的这种感觉呢 那你可以选择就是最简单的 原汁原味 再来硬顶的话呢 最多只能选到黑色硬顶了 把这个和沙哈拉还有罗宾汉不一样的 它不能选同色的 像白色车今天故意拿的有个对比色 那就是它了 第二这个也就是塑胶的了 它也不能选的 不像沙哈拉和罗宾汉可以选同色的 打击板 当然这个是风格上的东西 大家知道老款JK的时候 包括罗宾汉 它都选不了这种同色 到了JL这个时代 那新款木马 它是可以 罗宾汉选同色的 七身的 当你把这个顶大家知道一下 在座位方面呢 也是有好消息 原来的运动版 包括2020款之前的19款18款 它都选不了皮椅的 在运动版或者Willis这个特别版上 但是呢 在2020款呢 运动版也可以选皮椅了 它有一种是有小洞的 那透气好一点的全皮椅 另外一种就是缝线 全包裹的 没有小洞的皮椅了 好吧 皮椅的好处呢 就是这个如果你经常玩 越野什么身上会比较脏 那你在皮 不椅 虽然这个也挺耐脏的 如果你不是身上泥糊糊 湿糊糊的话 但如果是的情况下 你会弄脏 然后有味道 那皮椅有这个好处 如果是不椅呢 它当然舒服一点 软嘛 如果是想要玩的话 可以搞一个那种 他们打猎的 打猎的那些人 用的那种椅套 找一个能套上去的 好吧 不然的话 如果你想要皮椅 现在可以选了至少 最后一个最主要的地方 就是信息娱乐系统 现在咱们眼前看的 这台车上配的 是一个五寸标配的 好吧 标配的这一个 它有一个限制 运动版 还有威力斯特别版 它最多只能选到七寸的 七寸是没有自带导航的 但是它可以用carplay 听歌和看地图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啥意思 别抢镜头 所以这台车是其中一种玩法和配法 主要是标配的 然后升级一个黑色硬顶 唐道士说过很多次了 原厂特别在北美可以选配的时候 还是要选硬顶的 除非你非常知道 我就想要两门软顶这种 你可以完全不升级任何东西 好吧 不然你回头想在下面扎帐篷 行李架 发现需要硬顶的时候 再去配会非常贵 原厂可能2000多 再配就很贵了 三四千都有可能的 这一点要非常注意 所以先选硬顶 选好硬顶之后 回过头你再买软顶 副厂的bestop 对吧 其他牌子 包括国内的有些 如果有做都可以考虑 一般都比原厂的 它定位不一样 会功能性不一样 像原厂就是一个一整个的 对吧 软顶可以这样翻开 但你可以像bestop有只有前面 两块硬顶的板子拆掉 弄一个大填窗这种玩法 都可以的 所以可以这么来玩 硬顶 这台车选了硬顶就OK了 再来的话标配了LED灯 已经有这么好的灯了 可以直接用 但是有一点注意 它没有尾灯的LED 需要的话可以再配 后面倒车LED灯 比较有用的情况 还是出去玩越野露营的时候 如果你是走到很黑的地方 肯定有倒车 前进倒车的这种情况的时候 你至少后面可以照得很清楚的 学的需要可以自己去配 这个和沙哈拉的那些LED灯组就不一样了 它灯组是连后面也给你 但是光这一个性价比 我觉得标配里面也性价比很高了 荧幕它标准5寸的 还有点彩色也像黑板 也就是要这种感觉 你就像它这样标配就得了 回头喜欢 也可以在副厂弄 或者买一个200块钱导航就得了 不然7寸你还是拿不到 这个就是有一带硬件的导航 所以7寸就是好看一点 听歌控制容易一点点 对吧 然后可以carplay 用手机去看地图也不错 这个你自己看吧 需不需要 如果真的叫8.4寸最新的带导航的 那你只能往上提了 沙哈拉或者卢比肯去买了 最后最后说就是引擎这部分了 刚刚一直留到最后才说 第一2.0T这个引擎 两门版我觉得是可以买的 好吧 四门也可以 如果你城市开得多 喜欢加速感觉 也可以 但是最主要定位 我感觉还是为了中国市场 避开3.5的排量税而做的 当然也有现在对油耗的需求 也有2.0T 很多欧洲知道 了解欧洲车型的 他就知道2.0T用过可以的 这种放在小SUV两门版 像我说的 没问题 但一旦你喜欢改装 或者大轮子对吧 那就可以 我觉得更推荐3.6 这个自吸的V6引擎 这个更好一点 第二的话 现在已经北美开放订单了 第一台的Eco Diesel 柴油版的3.0升的柴油版 应该快看到了 那也可以选的 如果将来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看 当然这个独立选项会蛮贵的 好吧 那你要看 如果你只是一年开个一两万公里 没有太大必要去搞这种东西 如果是觉得真的穿越旅行 我要更多扭力 那肯定是不错的 花这个钱投入也值得 在这里有个小的细节 就是2.0T V6汽油版 它的轴笔 基本上新款木马人 这要都统一3.45的 非罗宾汉 非罗宾肯的这个级别 但是如果你选了柴油的话 现在已知的信息 它会给到你 你还记得大家记得这个老款的 Vlis 373 所以 这个本身它扭力就大柴油 再加上373 那这个拖点东西 或者是越野的 以后有机会看到 就能体验一下了 今天比较参促 因为中间遇到小猫这个情况了 我觉得也是缘分 说不定我就拿回去养了 先带它回去 保得我坏了 好不好 非常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OK OK Let's go 还没订阅 记得赶快订阅了 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赞 如果不喜欢 就不要给我差评了 下面留言 这个视频引出的话题 大家也可以跟我分享 跟大家一起讨论 然后当然了 如果你住在温哥华 或者温哥华附近 可以找唐大叔来买基普 支持下业务 广告的话就这么多了 还是 好吧好吧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我们下回再见咯 拜拜